那么这部分呢 就是我们这个近代文件里面的一些东西啊 然后呢 在下面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 将购中间呢 有一个中间键的一个概念啊 就什么中间键啊 中间键呢 就是将购呢 给你预留了一些函数啊 预留的一些函数 那么这些函数的名字呢 还有它的参数呢 都已经固定好了啊 固定好了 使用的话 你就必须这样写啊 使用它们的话 我们可以干预这个请求 还有应答的一整个过程啊 一整个过程 这里面我们先给大家提一下 提一下之后呢 你比如 现在呢 我们有一个需求啊 有一个需求 假如说 一台电脑访问我的网站的时候 对吧 它访问我网站上面的某一个页面的时候 我想把某一个 某一个电脑 如果它的IP是什么的话 我不让它访问我的这个页面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提出这样一个需求啊 去禁止某些IP 访问我们的网站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就可以呢 去使用我们相够提供的这个中间键啊 进行一个处理啊 进行一个处理 OK 那么 下面呢 我们有一个例子啊 给大家做这个例子之前 我们先给大家说 怎么去获取 浏览器端的IP地址啊 怎么获取浏览器端的IP地址 好 这个的话 其实呢 试图横入的参数 这个request的这个对象 有一个属性叫做Mental 这个Mental呢 是一个字典 这个字典里面有一个键的名字呢 叫做Remote ADDR 你可以通过这个Remote Request.Mental里面的RemoteADDR 获取浏览器端的IP地址 好 这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然后在我们这边 我们在这里 比如说啊 我下面呢 我在这边 我们去定一个页面啊 再定一个页面 我定一个首页 比如说在这里面 我再定一个页面啊 Index 这里面我们写一个首页 这里面直接就写一个HE 写上一个首页 好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把它显示一下 我就在上面 在下面嘛 写一个试图 这个试图Define Index 写上一个request 它呢 就是这个 首页 直接呢 写上一个啊 Return一个Render request 使用的是 BookTest下面的 Index啊 好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给大家说 哎 获取 注意啊 获取浏览器 端的啊 获取浏览器端的 IP地址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 request的这个对象 有个属性 叫做Mental 这个Mental里面呢 有个选页叫做Remote 远程的意思 Remote IDDR 就获取浏览器端的IP地址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 User IP 然后呢 我在这边做一个打印啊 直接写上一个print 给大家看一下 User IP 好 那么这是我们写的这个函数啊 下面呢 我还是把它呢 进行一个配置啊 OK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地址呢 配置一下 直接在这边加一个 UIL R 上天空号 index 到了啊 对应的就是我们的 views.index 这里面呢 是这个 首页 好 然后呢 我们就打开一下 我的这个 Windows虚拟器啊 好 那么 打开 这里面是打开我的 Windows虚拟器 那么在这边呢 我首先啊 把我这个服务器呢 先给它停掉 我换一个监听的IP地址啊 ifconfig 然后 这个网呢 好 ifconfig啊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还是监听这个地址啊 监听这个地址 然后在这边 我们直接是 python manager 评论出一个run server 直接 监听这个地址啊 这个地址 然后呢 是这个8000 好 回着 这里面 多了一个 OK 好 这边是监听它 对吧 那么 少一个要 少一个要 OK 那么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这个就监听的是这个地址啊 然后呢 我就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呢 在我们这里面去访问一下它 直接呢 敲入这个地址啊 然后呢 输入这个 index啊 好 回着 那么这里面这个 8000 8000 这个 清一下这个东西啊 这边有点问题 把这个给它弄掉啊 它这里面有一些 我们上一次访问的 这个啊 这个啊 131 输入这个 index 好 回着 那么这里面是这个首页 对吧 然后呢 下面你看一下这个后台啊 看一下我们这边后台 看打出来是谁 172.16.17.152 对吧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Windows它的一个 IP啊 就是Windows它的一个IP地址啊 就是一部 IP config 你可以在这边看到 这就是172.16.179.152 那么这里面就我们给大家说的 你就可以通过 通过这个啊 通过这个 request.mento remote.add 获取浏览器端的IP地址 然后有了它之后呢 我呢 就可以呢 去禁止网站 某些IP地址呢 访问我的网站 比如说啊 我简单一点的话 我就可以在这里面 我们定一个列表 比如说我就到 iCloud XCloud 排除的IP地址 iCloud的IPS 然后呢 在这里面我们就写一个啊 172.16.179.152 对吧 假如说我要禁止这个IP地址呢 访问我的这个首页 我就可以在这边呢 进行个判断 如果 这个userIP呢 它 进我们的 iCloud的IP S 对吧 我就可以呢 不给它显示这个页面 我直接给它返回一个 禁止啊 我可以给它直接返回一个 禁止啊 比如说我直接返回一个 response啊 直接是 from 相较.itb import itb response 然后在这里面给它返回一个 里面写上一个 哎 我给它返回一个he 然后呢 写上一个 斜-he 这里面写一个禁止 啊 禁止 ok啊 这样 然后否则的话 我们才会给它调用下面 返回这个页面啊 那么有了它之后呢 我们这样写完之后 哎 你再去访问的时候 你看一下啊 你这边一回车 好 是不是就给你返回这个内容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禁止了这个IP的访问我们的首页啊 访问我们的首页 好 那么现在呢 虽然我们禁止它访问我们的首页了 对吧 但是它直接访问这个页面 能不能访问 哎 你看到啊 这边 这个 不是 它这个浏览器的记录啊 给它删掉 尤其啊 然后我们这里面 写一个叫static test 好 回上 那么这个时候 你看它访问这个页面 是不是可以访问的 对吧 比如说我现在啊 我还希望 你这个 只要是你这个IP 你访问我这个网站的任何页面 我都给你禁止掉 怎么做 好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说 哎 你可以使用一个装饰器 对吧 比如说简单一点 你可以在这边使用一个装饰器 我就直接写一个define 哎 写上一个叫做block的啊 block 哎 比如说叫做block的IP IPS啊 block IP 然后在这里面 我接受一个参数 叫做view func啊 哎 viewfunc 里面我写上一个叫做webber 然后里面呢 接受一个request 哎 再接受一个 哎 信号 哎 view algs 对吧 ax啊 还有信心 view kw args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就可以判断了 其实这个内容呢 你就可以在这边 一样呢 是获取对吧 获取浏览极端的IP 地址啊 哎 获取我们浏览极端的IP地址 然后呢 开始呢 进行一个 判断 哎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我们把它拿上去啊 然后就是 放到我这边 然后你在这里面去判断的时候呢 直接就是判断这个东西 哎 还是这个过程啊 那么这样我们一旦写完装置之后呢 之后呢 我是不是在这里面 我就没有必要写了 对吧 我们就直接在这里面获取啊 获取之后呢 哎 只有你在它里面的时候 我给你调用这个东西 哎 否则的话 我就调用相应的 试图 哎 直接是 vp vfunk request 信号 vv lgs 和 猩猩 vv kw lgs 好 最后 return一个 vvper啊 哎 这是我们这个 装饰器 哎 对吧 这是我们这个装饰器啊 那么 像这些页面呢 哎 我需要呢 用户呢 禁止这个IP地址访问 对吧 我就可以在这里面呢 给他写上一个 直接 哎 把它进行一个 装饰 哎 写上block的 IPS 那么这里面也写一个 叫block的 IPS 啊 block IPS OK 那么这样写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啊 你在这边 比如说我现在我这个 哎 浏览器呢 直接访问这个页面 哎 是不是就禁止了啊 对吧 你像我们本身的这个浏览器里面 他访问的时候 哎 一回这 啊 这里面 172啊 172.16 .179 .131 冒号 800 好 哎 他直接访问是不是就没有问题 对吧 哎 这是我们给大家说这个装饰器啊 你可以做到 但是我们如果要禁止啊 这个IP地址呢 访问我们网站的每一个页面 如果你使用这个装饰器的话 哎 你是不是每一个视图前面 你都要加上一个装饰器 哎 你都要加上一个装饰器啊 我说装饰器 它虽然可以实现 但是你在每一个视图函数之前 你都需要的去手动加上这样一个装饰器 那么 将够给我们提供的这个中间店是干嘛的 你就可以 中间店里面呢 它有一个函数 它会在你每一个视图函数调用之前去执行 那么这样的话啊 我们就可以自己呢 去写这个中间店函数 让在这个函数里面呢 去写我们的一个判断啊 因为这个函数它是在我们每一个视图函数电用之前 自动的会执行啊 会执行啊 那么这个呢 我们怎么用呢 首先啊 我们需要呢 在这个下面呢 去新建一个文件啊 新建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我们一般叫做midval啊 midval 代表中间件的意思啊 其实这个名字可以变 但是我们一般就叫做midval啊 中间件 这样的一个文件啊 在这个文件里面我们要干嘛呢 我们要 我们要去定义这个中间件函数 这个函数呢 叫做process view啊 processview 它的名字就叫它 你注意啊 这是相关预留的 名字就叫processview 然后呢 它有这些参数 首先第一个呢 是 request啊 request 好 这个request呢 其实呢 就是跟视图的request是一样的 然后呢 下面它还有其他的参数啊 这个参数呢 叫做view funk啊 就是要调用的 这个视图函数是谁 然后再往下呢 还有一个叫做信号vlogs 视图函数的位置参数 和视图函数的关键字参数啊 哎 有这么几个参数 好 这里面啊 这个函数呢 它呢 是干嘛 是干嘛的啊 它是在这个 试图函数 调用 之前啊 你就注意啊 试图函数 调用 之前 那么 会调用它啊 会调用 好 这是这个函数啊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哎 我们有了它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在这里面做判断了 直接啊 我们就直接把我们这个东西呢 现在我就在不再用这个装饰器了啊 我们就直接把它俩注视掉 然后我们这些判断呢 我们都放到我们的这个 里面啊 放到我们这个文件里面 在这里面我定义的这样一个 哎 东西 然后呢 我在这里面我就可以做判断了 哎 首先我们还是呢 去获取这个 哎 用户的 IP啊 获取它对吧 哎 一样的啊 你看到啊 直接在这里面 我们首先 先根据这个request啊 获取它 获取它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 如果它在里面 我是不是就直接就给它返回一个禁止 对吧 那么这个呢 我们需要导入过来啊 from我们的jungle.itp import IoTTP Response啊 这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中间件函数啊 jungle预留的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是在我们的试图函数调用之前 它会被调用 但是 这个时候你要 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要使用这个中间件函数啊 不能这样写啊 啊 你必须呢 把这个函数呢 给它定义在一个类里面啊 把它定义在一个类里面啊 就是 直接我们在这边定一个类叫做class 哎 就是比如说我叫做block的啊 block的 IP 哎 block的IPS啊 我叫做me的 哇 那么这个文件呢 你你可以自己起啊 但一般中间件啊 这个类的话 我们就后面呢 是以这个middle wall 作为一个结尾啊 结尾啊 然后呢 比如计程object的 哎 然后呢 在里面呢 我们就把这个函数呢 你要把它放到这个类里面啊 我们把这些都放到这个类里面 比如说 哎 我们把这个啊 把这个我们把它放到类里面 哎 这是我们这个啊 然后看到 哎 把这些呢 我们都放到这个类里面 OK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函数呢 它呢 需要作为这个类的实力对象的函数啊 你前面你要加一个self啊 加一个self 那么 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在这边 哎 就把这个啊 这里面呢 这个东西呢 我们把它叫做中间键函数 上面这个中间键函数所在的类呢 我们把它叫做中间键 类啊 哎 中间键类 OK 那么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定义完这个东西之后 下面就可以做判断 request request 然后呢 点 request点mental 对吧 嗯 啊 这个啊 少了一个东西啊 OK 那么这个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东西呢 也放在这个类里面 那你就不能这样直接写了 我叫类名点这个东西啊 类名点它 好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做了一个判断啊 就在这里面 哎 首先我通过request点mental remoteIPDR 获取这个 哎 浏览器端的IP地址 然后呢 我判断这个IP地址呢 在不在我这个 禁止的列表里面 如果它在的话 我就直接返回这么一个 东西啊 如果它不在的话 我下面呢 我就什么都不做啊 你看到 哎 这里面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操作啊 然后下面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在这个 找到这个 settings啊 然后在setting里面有一项 哎 这项叫做medable classes啊 然后我们要把我们这个类呢 做一个注册啊 怎么注册啊 就是booktest下面的midval 哎 这个文件里面有个类 叫做blockedipsmidval啊 哎 这里面你把它做一个注册 叫做注册中间件 类啊 中间间类 好 那么 这样的话 哎 我们写完这个之后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啊 直接去访问这个东西 访问我们的叫做 斜杠 static test 看一下我们这个服务器 是不是停了啊 好 这里面啊 反正有点慢 对吧 你直接在那边 又回车 是不是还是这样 你访问这个index啊 是不是还是这样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正常 正常我们访问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访问这个index啊 OK 是不是没有问题 对吧 那你看到啊 现在我们这个视图 两个视图 前面的装饰器 是不是都没写啊 对吧 这个函数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中间件函数啊 这个函数呢 就是将够给我们预留的一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的话 它会去在视图函数调用之前呢 会被调用啊 你这个网站 每一个视图函数调用之前 都会去调用它啊 都会去调用它 那么等于说 我们可以在视图函数调用之前呢 去做一些操作啊 如果呢 你在我禁止的列表里面 我就直接给你返回 否则的话啊 你什么都不做 那么它就会继续调用下面的这个 视图函数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中间件 它的一个作用啊 那么使用中间件的话 我们要给大家说 你需要呢 去新建一个文件啊 这个文件一般名字 叫做medable文件啊 然后在这文件里面呢 我们需要去定义这个中间件的类 在中间件的类里面 去定义相构给我们预留的这些中间件函数 那么在这里面你要知道啊 这个类名这些东西啊 你可以呢 自己起 我们说它一般呢 就是以这个medable作为一个结尾 但是里面的这些中间件函数 它是固定的啊 它是固定的啊 比如说它的名字就在叫process view 它的参数呢 就有这么多啊 就有这么多 OK啊 然后你定义完中间件类之后呢 你要让将过啊 它能定义你中间件类里面的函数 你需要呢 把你这个中间件类呢 做一个注册啊 注册 注册的话就是找到你项目的配置文件里面 有个medableclasses啊 然后在它里面把你这个类呢 做一个注册啊 就是哪一个应用下面的哪一个文件里面的哪个类啊 那么你注册之后啊 将过呢 它就会去调用你这个类里面的中间件函数 那么这个process view 是我们给大家讲的其中的一个啊 其中的一个 当然它还有其他的啊 它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这个 还有其他的几个啊 init process request process view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还有一个叫做process response 还有一个呢 叫做process exception 这是将过预留好的这几个探数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先给大家说这一个啊 下节课呢 我们再给大家说 下面的这几个 哎 都是什么时候会被调用啊 OK 我们休息十分钟啊